斗魄年番新预告公布 萧炎闭关突破斗黄 紫炎变身新造型 斗魄官方第63集的预告视频已经发布 从预告视频的内容来看 萧炎已成功突破 现在的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斗黄强者 此外他还掌握了天火三玄变 佛怒火莲和地印诀等绝学 现在即使面对斗宗强者 萧炎也毫不畏惧 如果现在的萧炎遇到云山 他只需运用地印诀的第二重绝学番海印 就能轻松将云山击杀 同时萧炎正在闭关修炼期间 紫炎也开始了闭关修炼 作为一名魔兽 紫炎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闭关 而且在闭关期间 他的身体变成了一个紧 根据原著小说的情节 当紫炎成功进阶后 他的衣服突然消失了 同时他也变成了长大的样子 然而这次变身只是短暂的 紫炎很快又恢复了他小时候的可爱形象 变成了一个小萝莉的样子 之前已经发布了关于紫炎的新建模 从新的建模来看 紫炎的身材确实很不错 但是发型却不太受欢迎 因此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吐槽 幸运的是 紫炎在这里只是暂时出现 他真正成为成年的样子 还需要一段时间 因此在这段时间里 动漫官方还有足够的时间 来对紫炎的新建模进行优化处理 我们后续也可以期待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